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喜欢穿到银子小姐那么久了 可她的心却在方银天的身上 当然 你喜欢一个人 也不能强迫她不去喜欢别人 但是 你等了她那么久 她就跟了个不相干的人 这点说不过去吧 不过 穿到银子可能也有她的苦衷 但是 是不是高文轩逼迫她的 这就很难说了 逼迫 你听说什么了吗 这还有听说什么吗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她根本就不喜欢高文轩 高楼吧 那你们聊 今天晚上的宴会 你这个大红人似乎很忙啊 哪里 我这也是为了龙信和大东亚商社的利益着想啊 真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要代表商会和川岛先生 谢谢你啊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川岛先生现在是我的岳父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我好像比你更有资格代表川岛先生 希望高老板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高小先生 高小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你自己清楚得很 你强迫云子跟你结婚 这么卑鄙下午的手段都用了出来 强迫 是云子小姐自己提出要结婚的吗 是云子小姐自己提出要结婚的吗 高文学 我告诉你 你不要认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之前你身败名列 失去了商会富贵张一职 差一点 连你的公司都破产了 要不是和云子结婚 怎么会得到川岛先生的资金支持 重振荣幸 你以为你有资格今天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有一天 我也能站到你的头上命了 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者 咱们走着瞧 的确很有希望 各位来宾 各位来宾 为了感谢大家今日到访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场烟火大会 以表示对大家的感激和支持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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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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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哇 真好看喔 真漂亮 如果我跟說東西試走 鳴聲,隨便去看看 就是沒有位置 我說我說 什麼好看? Als要…… 我就知道 好看 一個ő熟 啊 啊 又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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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 哎呀 真好看 哎呀 真好看 好漂亮 如花 嗯 真漂亮 是啊 哎 干嘛去啊 没事 我只是看少了几个人 少了几个人 别疑神疑鬼的 赶快看一会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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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轩 你们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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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板 怎么样 江老板 快 快 大夫 怎么样 他背部中弹 加上之前肩膀的一枪 失血过多 我们已经 毫无能力了 方先生 他要见你 好 明天 没关系 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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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板 好些了吗 好 明天 看来 我是躲不过这一劫了 别瞎说 医生啊 一定会尽力救你的 我让你进来 是有几件事情 想拜托你 你能不能 答应我呀 江老板你说 我一定会尽力半岛 我批军用物资 在我城郊的那片仓库 你 你能不能帮我 运出去 运谁呀 共产党 共产党 你要是 你要是为难 我 绝不强求 不为难 能够为抗日大业 做一点我的贡献 我非常乐意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做到的 还有一件事情 我得到了一份 日本军方的机要 可能是 与他们准备战争的事情有关 我放在 大故事的抽屉里了 里面还有一个 叫黑木的 日本人的 联络方式 他 经常买卖情报 你可以 与他联络 跟他 提供 好 好的江老板 你放心吧 这些事情 我绝对能办到 云天哪 拜托啦 行了江老板 别再说了啊 江老板 大夫 大夫 江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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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恕 江老板 走 大人 江老板 ese 山爱 雪 volunteered 明天 你说 如果我们再小心一点的话 江老板他就不会 日华 你就不要再自责了 你已经在尽力了 若华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害江老板 整个晚上 你好像一直在保护江老板 若华 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瞒住我呢 明天 我加入了共产党 我加入共产党 我只希望为自己的国家 做一点贡献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是怕你不支持我 若华 说几心一话 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可是也挺惊奇的 没想到你能那么勇敢 而且 对祖国和民族的未来 有这么深的忧虑 关键是能放弃安逸的生活 突然到革命中去 和你比起来 现在的我 还只是纠结于家族企业 和你的境界比起来 可差得远多了 明天 我其实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你这么说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都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其实 我也只是凭直觉 才加入共产党呢 若华 我有个请求 请你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把我发展成一个 更年轻的党员 行吗 明天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我马上向上级请示 明天 你能加入 我真的很开心 好啊 那我就等你的回复了 嗯 你跟着我到什么 能告诉我吗 云子小姐 就像你说的 路那么多 我想走哪儿就走哪儿 怎么叫我跟着你呢 从我一出门 你就跟着我 不是跟踪 是什么呀 那我问你 在酒会上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防止你带走我的先生啊 我看这只是一个幌子吧 对啊 是幌子 我就是想看看 你的心到底有多黑 我看 你分明就是在保护江老板 保护 那就说明 你是要害江老板了 如果你不害他的话 哪谈保护啊 是如画 如画 怎么回事 怎么 还是对他恋恋不忘呢 别总拿你的小心眼来想我 简直就是混账 高桥从我跟云子结婚开始 就处处跟我作对 生意上也是处处为难 我尽量地隐忍退让 没想到这次酒会上 他居然还想开枪打死我 竟然还有这种事 我也没有想到 要不是我发现及时 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真是 岂有此理 父亲 你也别太生气 高桥可能因为我和云子结婚而生气 才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举动 可是 他也不能做得太出格 他对云子 也是一往情深的 难得 文学 他这么对你 你还能这样 替高桥说话 不管怎么样 高桥都是你的得力干将 以后我还得倚仗他 赶将 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的人 这种人不要也罢 我虽然生气 但是气过就没事了 我只希望他不要再为难我就好了 至于怎么处理 还是您来订队 闻学 你先回去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嗯 好 我去得住 我去得住 你怎么能处理 怎么能处理 我 是 好啊 你现在长本事了 你居然自己自作主张 我这件事情让军部知道 后果是什么 你最清楚 是 老师 学生知道错了 请老师原谅 原谅你 不过 这一次的刺杀任务 没有完成 你 第一个就要惩罚你 老师 高文学这是咱们的一颗棋子 怎么会被咱们干掉的 你又何必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混账 现在的技术 是由你来制定的吗 属下不敢 高桥啊 男子汉 眼光要放远一点 高文轩 军事处分你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去叫你的 学生明白 军事处分你的时候 快走 慢点 慢点 小心点啊 当心 啊 里边 他们要干什么呢 让一让啊 快点 当心 来来来 当心啊 好 好 好 快点 好 怎么样了 已经拿到那批物资了 只是 怎么运出去 还不知道 那 知道接应的人了吗 在江老板的那批文件里面 找到了接应的人 只是 怎么运出去 这是个问题 明天 别着急 我们先想想办法 总会有办法的 父亲 昨天方云天和沈如画的行动很奇怪 昨晚 方云天还运来了一批货物 天色太黑 我看不清楚是什么 不过 我看他们急急忙忙的样子 应该是很重要的物资 有这样的事 嗯 我知道了 那天在酒会上 被我们杀死的那三个商人 都是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人 我怀疑他们 和方云天是不是有什么协议 尤其是那个江老板 他临死前 和方云天在一起 嗯 那父亲 我们要不要直击 哎 这么做 会打草惊蛇 就让方云天行动 如果他真的有秘密 只要一行动的话 就会露出破绽 到时候 我们可以连人带物资一起截获 你继续留意他们的行动 嗯 是 父亲 我知道了 嗯 温轩 你来得正好 父亲 有什么事吗 温轩 这几天 你多留一下房云天 他有什么计划吗 现在还不能确定 他最近有一批秘密物资 要运送出城 我看很可能是 给共党的战备物资 这对我们很重要 一定要想办法拦住他 嗯 好 我知道了 码头那方面 有我们很多的人 我倒不担心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会走陆路 关口很多 我们绝不能出问题 我马上去找黄天荣 让他配合我们 下去吧 哎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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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过去吧 好 好 这会是什么 就是 这些车 这些车 谢谢 哦 去 来 谢谢 过去吧 好 走 好 可以 来 过来 来 盘后队啊 先查 先查 打开看看 下一个 走走走 过去吧 给你 你的呢 这儿呢 这儿拿的 这是什么 来来来 把证件拿出来 盘后队啊 走走走 打开 这是什么 这是零件 这个呢 也是零件 好 没事吧 好 走走走 快走快走 来 没事 云天 我们这次有大量的物资要运出去 有什么可能的办法 我再想想办法吧 那什么时候能打听到下落 彭总 我想 好 怎么样 夫人叫你做的事情 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很奇怪 警察把守在各个关口 每一批运送的货物 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说是为了防备 某些不法商人的非法运输 老板 您叫我打听这个干吗 我们的运输都是合法的呀 对啊 我只想看看 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都知道了 去吧 好 是 那我回去工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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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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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检查检查 停车停车停车 停车停车 呦 黄局长 哦 方老板 这么辛苦 干什么呢 说是 可能有不法商人非法运输 所以我们警局的人呢 自然要严格检查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应该的 应该的 不过 这个车上的货都是我的 就不用查了 哎 走吧 哎哎哎哎哎 这恐怕不行吧 呦 黄局长 你还不相信我呀 哎哎哎 不是啊 方老板 只是 最近啊 这个所有进出的货物 我们都查过了 要是单单不查您的货 我怕难以服众啊 所以请方老板 体谅一下我们的工作呀 嗯 好吧 我也不为难 嗯 黄局长了啊 哎 誒 哈 其实这行 看呗 ahl 方老板 方老板 您看这 都是这些小玩意儿嘛 咱们这么熟的 少不了你的好处 方老板 我也不想管 我也不是跟您过不去 只是委屠我做这件事情的人 我更是得罪不起啊 方老板 这事儿 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车呢 我就带回去检查了 方老板 方老板 我也知道您今天找我的意思 我知道 的确只有那两包鸦片 真的 是给朋友帮忙带的 其实啊 我们回去也查看了 的确只有两包 这么点鸦片 真的不算什么问题 可是方老板您知道 白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不能不收走您的货呀 是不是啊 我明白 黄局长 我想请您帮个忙 方老板 您这不是太见外了吧 咱们是兄弟呀 对不对啊 没错 咱们是兄弟嘛 对 除了那两包鸦片啊 其他货都是棉花 那是要给外乡老板送本 棉花我可以还给你 但是 那两包鸦片呢 我不能不留下 回头上面要是问起来 我也好有个交代嘛 没问题 黄局长少开 那你看 我那批货 什么时候 好 我一会儿呢 就帮你把货物 直接运到关口去 货一到 立刻就可以运走了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 去吧 是 亲说 月天 你让我查的那个日本人 有消息了 怎么样 在春仙楼 我知道 你能弄到很多情报 这一次啊 我也是 有求于你 不知道黑木先生 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价钱方面吧 我们会考虑的 最近 日本国内 还想得到一份重要情报 我希望知道 这份情报 具体的内容 方老板是生意人 怎么突然对情报 感兴趣了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只想知道 黑木先生 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抱歉 方老板 这个买卖 我做不了 为什么 我是日本人 国家的机密 我是不会出卖的 而且 日本军队知道 我出卖国家情报 那我可就是死路一条啊 黑木先生 我也是受人之托 来找你的 受谁之托 江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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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天没见了 他怎么了 江老板最近 遇到一点麻烦 所以才托我来找你 你放心 在上海滩 我的地位和信誉 不比江老板差 而且我的价格 也会出得比它高 黑木先生 我是个生意人 讲究 和气生财 有钱吗 大家一起赚 而且 我也能确定地 保护你的安全 我知道上海滩 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 你把所有挣的钱 都换成了金铁 放在了春香楼的 纸蓝姑娘那儿 放了吧 你查我 黑木先生不要生气 因为我要花大价钱 买你的情报 我当然得 事前确认一下吧 那 你想怎么样 我只希望 黑木先生 能够帮我打听到 这份情报的 具体内容 这是 我预付给你的费用 事成之后 我会付给你 另外一半的 我会联系你的 不过 这份情报 在日本国内也很紧张 我需要试试看 我等你消息 告诉你 今天我请大家来 是有一个特别任务要宣布 从即日起 高文轩 作为我的特别助手 参与黑龙会 大小事务 我不在的时候 高文轩的命令 就等于我的命令 你们一定要 不折不扣地服从 大家知道 高文轩在上海商界 高文轩赫赫赫赫有名 赫赫有名 能力游牧共赌 自从他加入黑龙会以来 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这一次的任务 是对高文轩的肯定 是给他锻炼的机会 希望高文轩不会让我失望 不如使命 勇于开拓 大家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请鼓掌 欢迎高文轩 好了 如果没有事 我们就散会了 是 立元军 是 我来 会者 我刚刚接到准确情报 方家祖宅常有陌生人来往 好像 事有蹊跷啊 您的意思是 来 你给我 喂 方老板 我是黑木 您让我查的事情 我们查楼件吧 好 我马上过来 方总 这几个文件要签字 好 放桌上 哦 您要的那份情报 具体什么内容 我无法查到 为什么 因为这封情报 会有专人秘密送来上海 怎么个送法 情报写在哪里 我们做这行买卖的 统统无法查到 只有这个提供情报的人 才知道 那这个人 会是谁呢 日本军部 还没有一点丰盛 不过 日本在上海设立的军部要员 你也都认识 东野先生的事情 一般都会派高桥进 或者川岛穹衣来帮他完成 所以这段时间 你只要留意好 他们是不是派来了贵宾 一旦有生命孔出现 我想 就罢九不离十了 那是 什么时候会到 这封信上已经说了 这个人月底一定会到 这封信 是我唯一拿到的资料 信上说的 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那我怎么相信 这封信的真假呢 方老板 你也说了 是江老板介绍你来找我的 江老板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做我们这行的 讲的就是信用 如果连信用都没有 我想是混不下去的 信誓原件 笔记印章 你统统都可以找人查 绝对不送 好 我相信 这是答应你的那一份 方总 云南贵州的原料 因为大雨造成山路堵塞 所以没按时送到 我们已经联系了别的厂家 抗菌药 全部卖空了 是的 已经卖空一个星期了 看来 这个月的销售额 比上几个月加起来 还要高得多呀 上周来了几个客户 一上来 就主动要求高价 收购抗菌药 最后一个客户 把我们仓库的库存 都高价包园了 所以这个月的销售额 比前几个月 高出了许多 高价卖空 是啊 各位老板 不知道这几天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方会长 今天上午我接到了电话 生产抗菌药的原材料供应地 昆明 贵州 那儿的交通 根本就没有打开过 之前 我们联系了好几家药厂 也居然因为账务问题 已经破产了 目前上海所有的药厂 根本就联系不到 可以供应原料的厂价 不仅如此 我找人打听了一下 现有药品的库存 他们那里的抗菌药 也所剩无几了 确实如此 现在的库存 根本不及维持 任何一家药房 或者医院的正常使用了 虽然没有买家 再来大量收购 但是老百姓买一盒两盒 我们总不能不卖吧 再照这样下去 真不能维持几天了 如果一旦发生瘟疫 或者是战乱的话 抗菌药是老百姓 最需要的药品 可如果现在 就找不到药品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各位老板 你们有没有 更好的办法呢 我在江浙一带 联系了一些厂家 他们那里 好像还有一些库存 到时候可以拿来 应急一段时间 我有些朋友 在海外是做药材生意的 能不能从海外 直接运来 各位老板 方总 我听了这半天 都觉得这些问题 都是应急中的 谈不上办法的办法 我认为 首先还是要从 我们内部着手 查明这些药品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被人用高价卖空 这些人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已经查过了 只不过到现在 还没有什么眉目 方总 您毕竟是我们 商会的副会长 有些事情 您不必亲自去做 这样吧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有能力查出 这件事情 三天之后 我保证查得 水落石出 老板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行 那你先回去吧 是 谢谢大家 听转外风至宇宙 长孤灯 寻旧情 整夜无眠 昨日的痴情缠绵 如今一遇大风吹望尘烟 我用一时情愿挽留你片刻锤炼 直到有一天 你专心回到我身边 忘记我的脸 失去我的泪 听你说一直爱我 告诉我你的心 从未改变 我们的一切情愿 你我闭上的信念 我让你转身离去 爱与恨 是与非 一切如烟 情愿的温暖目光 我不再徘徊 不再孤单 只愿一直为你守候 这一切情愿 我疑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